这个好玩的事情的每一个好玩的地方都给找到 然后就像弄音乐一样 最后找到那个其中间的每一个缝隙里面的所有的乐趣 其实导演找到了观众也都找到了 导演没找到观众也没找到 所以我希望我能更成熟一点 找到所有这里面的乐趣 然后能做到抛丁的节目 其实我想问就是我觉得这一部虽然是您的第一部作品 但是我觉得它本身你在演技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 而且是起点比较高的一个作品 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奇才 是韩根 问韩根 对吧 严重了 就没有演技那么好 没有 因为这是我第一部作品 我希望让自己能更多学习东西 那这次呢是很荣幸能跟小松哥 还有洪金宝大哥能一起合作 那在他们身上我能学很多东西 那在拍这部戏之前呢我也学了京剧 也学了跟洪大哥学了功夫 那以前从小练过一点点 会有一些功底 所以这次来接这部戏呢 我觉得是很喜欢这个剧本 还有这个角色呢 我觉得很适合我 那之前学功夫跟大哥学功夫 确实是挺头痛的一个事情 有没有害怕或是想过要放弃呢 嗯 在我脑子里没有这个词 我想想想想想 韩根哥以后会更多的音乐还是电影呢 嗯 一半一半吧 如果没有好的剧本我会投入音乐 如果有好的 没有好听的歌 对对 没有好听的歌就拍电影 下一张呢 你现在我已经在准备 明年会出下一张专辑 还有亚洲巡回演唱会 那美国呢 我很希望在美国纽约和 我迟到这张专辑吗 我迟到这张专辑吗 我也希望明年呢 能在纽约开一场演唱会跟大家讲 我觉得你刚才说韩根的演技非常好 我觉得演技好不好 一定要让导演来评价 对不对 那导演就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来问问高晓松导演 您觉得韩根的演技令您满意吗 我觉得恰恰你说法 演技好不好 一定要由观众来评价 绝不能由自己来评价 如果由自己来评价 那每一部中国电影都是伟大的电影 就是都是创新的 都是突破的 那个每一个人表现都是无双的 所以那个 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能由自己来评价 这一定是由观众评价 所以有观众这样评价 我就觉得特新闻 就说明眼光还挺重 我觉得有一件事 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选择两个场景 是北京和上海 那我觉得 而且这个切换过渡也特别自然 是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考虑吗 我还是那句话 我想考虑的都在电影里 如果我没说清楚 就是大家没看 就是那是我的问题 我能说清楚的我已经尽量说清楚了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就像刚才回答那位 那位先生的提问一样 就是我觉得 每个要说的每句话都在电影里 好 这边黄语 假如韩哥姐自己打算要打多少分 及格就好了 第一部电影吗 我希望从第一部电影开始 那以后我接的更多的作品 我从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让自己更成熟 对 因为现在 还不是很成熟 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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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要在你的生活上做吗 你还有这种感觉吗 什么感觉 差不多了 对 除了这些还有差不多 结婚 结婚 结婚再等吧 对 对啊 光棍节 对 光棍节什么 荣幸了 今天能跟大家见面 你的左偶标准是什么 我的左偶标准 呃 其实挺简单的 安静一点 听好一点 笑声一点 心好一点 好 那边 来 您 我想问一下慢女之后 还会继续演这种主打的戏吗 还是会发展为那种文系 叫爱情可以吗 不一定了 对 看剧本还是看剧本 我还也是挺喜欢动作片的 如果有这样的剧本的话 我也想去再去尝试 这边 我想问一段高岛 那个大武商会在美国发售 丢了失误的经济吗 啊 这好像也不是我的 哈哈 发情商的高岛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猜应该也 没什么